好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是四寶媽白家綺 家綺妳好 大輪姐好 大家好 我是家綺 家綺真的是 她坐在離我一公尺的地方 看起來就是個女大生 真的 只要她不要化妝 要走進那個台大校園裡面穿學生服 看起來就是個 哇 沒想到是個四個寶寶的媽呢 而且我剛剛在取笑她 我說我看妳的書就知道 妳是個生蛋母雞學 這世界上有人生小孩那麼快嗎 有人形容那個鮭魚殘暖 啵啵啵啵啵 對 而且妳是不是 就是說年輕的時候嘛 生第一個孩子有20出頭對不對 那時候比較快 後來還是會變慢 會耶 真的 我知道前面兩台跟沒事人一樣 然後生小孩跟下蛋 妳等一下先描寫一下前面兩台 我看妳書裡的描寫 我就覺得說不可思議啊 大家以為妳是醫護員員耶 沒有沒有 第一胎就已經是急慘了 雖然那時候天不怕地不怕 抱著一個臉盆 想說我可以走路去醫院 因為10分鐘的路程就到了 結果我走了30分鐘 因為我整個過程都在慘痛嘛 都在那個收縮 這就一個臉盆 然後東倒西歪的一個孕婦 然後就扶著那個電線桿啊 扶著人家那個車子的引擎蓋啦 或者是旁邊變電箱 我就一路這樣扶過去 走了半個小時 大家沒有覺得這個人很怪嗎 因為凌晨 所以就沒有人發現 天啊 凌晨還自己去生孩子 對 我跟我前夫那時候 他拎著行李我抱著臉盆 然後到了醫院之後 差不多等了一個多小時就生了 第一胎這樣算很快 聽說是上了產台之後 就生下來了 然後幾乎就可以下來行走這樣 沒有錯 那個護理師都以為我是來陪產的家人 就是自己帶孩子啊 自己就好像那小孩子是我親戚生的一樣 而且你看起來又不像剛生過小孩的 對 而且我在醫院三天幾乎就是我一個人 因為我那時候前夫都在工作 然後就是婆婆幫我送三餐過來 然後其他時間我就自己 那時候又倡導母嬰同事 就自己帶孩子 然後第二胎更快 我從症痛到生出來才半個小時 這次就沒有走路去醫院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第一胎生完 護士就跟我說你有極產的現象 所以你第二胎 如果你要生第二胎 所有的極產有人是會發生危急的事 我看起來你沒有啊 因為極只是很快而已 效率高 然後所以這樣我前面兩胎 就都沒有打無痛分娩嘛 好省喔 結果到第三胎的時候 就是這一次 年紀大了唄 對 35歲 人還是要承認這一點 我還跟護理師說 這已經跨過了高齡產婦了 對 34以後就是了 我跟護理師說我不用打我很快 結果坐兩個小時 他說白小姐你真的不打嗎 我說我真的不用打 因為我應該是後面很快 結果就哇我一直等著等了八個小時 然後我都沒有打無痛 哇 是 歷史上的經驗不代表以後也會這樣 你剛好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所以要跟媽媽們說 就不要太鐵齒 就後來就這樣 就哀叫哀叫了老半天 哀叫了八個小時 然後後來就這樣自然才 還是自然才 也還是不錯啦 35歲這應該算已經很厲害了 已經緊繃了 緊繃了 所以後來第四胎的時候就乖乖的打 可是你後來三四胎接的很快 因為你大概也知道時間不多了對不對 對一方面是想說 既然是想要讓孩子有個伴 就不要離太遠 然後年紀也有了 就想說哇還是趕快生一生 所以後來這個是半小時還是八小時 沒有沒有這次更久 這次等了一天多 哇還好有打減痛 後來就有經驗了 真的是越後面越久耶 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你如果繼續生的話 就再下來可能三天三夜 然後像我們這種四十幾歲生的時候 真的是一條命 真的生死關頭走一回 差點掛點 好這是白家綺的書 我想台灣大部分人都認識他 讓每個決定成為最好的安排 我曾經說我最敬佩的就是人家好會生 而且就是充滿了愛你知道嗎 看到孩子然後就非常滿足 但是說真的 我們只有一個孩子的時候 會覺得帶小孩 每個階段有每個階段的難處 其實我相信你也有啦 其實真的是我在書本裡面有提到 16歲就有一個夢想就是要成為一個好媽媽 但我覺得我現在回想起來 在兩個階段分別20出頭歲到30多歲 這個高齡產婦的階段成為母親啊 我覺得好不一樣 心態不同 現在回過頭看我會覺得當初的自己 真的是不知天高地 你是說16歲的時候嗎 對沒有16歲的時候 許悅要成為一個好媽媽 但20多歲的時候那個時候我以為我可以 後來才發現其實要當一個母親喔 那個那個身份所承載的重量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這個我絕對同意 因為連我到了這麼大歲數 我真的發現母親的工作不是越來越容易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今天訪問是百家綺他 這本書很好看 叫做讓每個決定成為最好的安排 四寶媽耶 現在有這個資格的人 我跟你講不多 大家都說應該要頒個獎給我有沒有 增產報告 對我們每個人都知道人口紅利在減少 可是願意增產報告 其實要考量非常多的因素 對對對 也要看有沒有神隊友 我覺得也是很重要的 當然我覺得你老公可能是神隊友 可是啊 其實還有更多 也有經濟因素 對不對 還有你有的人就是天生 就是他很會照顧孩子 或者是家庭有資源 所以我後來覺得說很多事很複雜 增產報國不是一句口號 就可以應付過去 我們剛剛講到了 之前二十幾歲當媽媽 跟三十幾歲當媽媽 你後來再思考 心態上是有不一樣的 非常不同 就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因為小時候媽媽幫人家脫嬰 所以我們 你媽本來就是個充滿愛的保母 對不對 他自己生了四個 然後又幫人家帶了三個 所以我們家就是很多孩子 像幼稚園一樣一起長大 那就有辦法也開心 但是呢我就覺得說 我在幫媽媽照顧這些小嬰兒的時候 真的是信手年來啊 你說換尿部未來紅睡覺 所以你本來就會了 對 太簡單了 所以那時候二十多歲我就覺得 我會這些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已經看過那麼多Baby 我自己的只要生下來 我應該就會 Easy 然後呢生完以後發現天啊 完全不這麼一回事 二十多歲的時候我身邊的人都在幹嘛 玩樂啊 所以當朋友要約我 那時候是購物台的模特對不對 對 然後就很多朋友嘛 又都是模特兒圈的 大家就會約啊 生日Party啊 幹嘛一起出去 去哪裡玩 遊艇派對啊 永遠都沒有我的份 因為孩子生了 你除了工作之外 找婆婆媽媽幫忙顧一下 其他的時候還是自己的責任 母親有天然的罪惡感 對 當你要出去玩樂的時候 你就覺得不行 我把孩子丟走 就不是一個好媽媽 如果要出去後來我就知道 要找正當理由 比如說去讀書或什麼 但如果你說叫我玩樂 把小孩丟在家 我心裡就有點低估 你知道嗎 就沒有正當理由 所以你知道當那個過程 就有好多的拉扯 你就覺得說天啊 那我在那個默默的那些時候 捨棄掉的那些時候 就變成一種犧牲 而且雖然好啦 就白家綺比別的女生 勾台的其他模特都漂亮 可是人家別人還在往上爬 你知道嗎 就是他可能說 還希望成為演員 希望成為什麼 或怎麼樣 然後已經被貼了一個標籤 就是媽媽 然後大家就會 就看起來一副就是 明明一樣年紀就是個老大姐 然後自動的什麼派對啊 或者負傷請客自動跳過你 直接就把你跳過了 沒有錯 其實後來會紅也很妙對不對 對 那時候你已經有小孩了 沒有錯 其實我當初我會出道 沒有很少媽媽 那麼年輕然後出來還紅 有啦現在有 但說真的不多 那要有真本理 其實在十多年前那個時候 大家都勸我打退堂鼓啊 就說你結過婚又生了兩個孩子 你乾脆就找一個工作好好的還債就好 怎麼會現在想說要出道 25歲我們現在回過頭看很年輕 25歲出道的人算年輕了 沒有 在那個時候 如果是一個完全沒有 但25歲的媽比較少 對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都說你確定嗎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 你那時候出道的時候是本來在當購物台模特嗎 那一出來是當主持人還是演員 一出來就是演八點檔 就是因為你的姊姊 葉佳瑜他就在演八點檔嘛 你們家到底本來姓什麼 我們家姓白 我是本名 他是藝鳴 我才是真的 好吧 那好他是藝鳴 我出道以後戳破了他的那個 所以等於是姊姊就把你這個拉了一下 讓你進來 然後讓我也一起演八點檔 可是八點檔很可怕 第一他錢比較穩定 我知道 對媽媽而言這經濟的穩定一定是一個考量 最重要的考量 可是問題是你看不到小孩 八點檔 我每次在看你們拍戲 我都覺得說 哇這些人真的是賣命啊 那個時候會做這個決定是因為 因為離婚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兩個孩子就在他那邊 那我就覺得我就是要趕快把我的狀態弄好 然後才能把孩子接回來 所以那個時候就只想說一心就是想著要趕快賺錢 你那時候剛出來的時候有告訴人家我25歲我有兩個小孩我剛出道家嗎 還是有隱藏過一陣子 其實不是隱藏 是沒有人問我就不講 但只要有人問我就會講 是是是 那其實一起工作的同事是知道的 可是其實你那時候就是 哎呀就還是一副青春少女的樣子 你們家好像那個天賦很好 就生完就整個就要濃縮回去 沒有耶 其實我當初啊尤其是20多歲那時候都花了半年才受生 那後來這兩胎我覺得很快 一方面是因為找到方法 然後也有醫美的幫助 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有工作上的壓力 你是我那個朋友的代言人 艾爾莉是不是 對對對 他那個老闆是我的好朋友 我一直想要去跟他借他的遊艇 真的啊他有遊艇啊 哎呀你都不知道啊 下次我們一起去啊 但我不能穿比基尼你代替好了 他可能沒想要邀我 因為不能穿比基尼都不能上去 我也是後來才發現 哇原來現在科技這麼進步 以前都傻傻的就靠飲食控制啊運動啊慢慢受 現在就是醫美有稍微幫忙一下 對所以壓力也就沒有那麼大 而且我看你就 所以我們一般人一看就說 哎呦這怎麼生了一個月整個就回去 好可怕 橡皮人啊 可是我後來發現啊 哇30多歲生產完啊 那個水腫的狀態是以前三倍耶 怎麼會我拿那個產前跟產後的照片來對比 怎麼會產後比產前還要大隻 你自己比較敏感 我看你都是一樣的漂亮 而且現在誰跟我講30幾歲生孩子 都覺得還好 這世界上你問那個宋一鳴宋達明 這世界上沒有比我慘的 我真的已經都看到撒旦了 我跟你講 所以後來你看不管我遭遇多少事情 我怎麼想 我的心裡都可以跟 當然我們兩個都是基督徒 但是我心裡都可以一直在跟自己說 就彷彿上帝出現在跟你講說 這是你人生遇過最糟的事嗎 不是 已經過了 這是你最痛苦的時候嗎 不是 我知道 我真的知道什麼時候叫做 只要你忘記呼吸 你就不會有下一口呼吸 對 可是姐你現在就 你現在也恢復的非常好 我花了十幾年了 十幾年嗎 你現在看起來才40多啊 真的花了十幾年了 所以我很敬佩這種橡皮人 好那麼白家綺這本書叫做 讓每個決定成為最好的安排 我真的覺得他真不容易 也就是他其實很勇敢追求他的夢想 也許他的夢想是擁有四個孩子 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的夢想只是成為一個好媽媽 白家綺的書 這是聯金出版社 讓每個決定成為最好的安排 他剛剛說了一句名言 要好好珍惜現在 因為 每一個階段只會更困難 我真的覺得你說的很有道理 你每次都想說這一波把它過了 大家都說睡過夜睡過夜就好了 對不對 你現在懷孕很不舒服 懷孕生下來你就會覺得 生下來就好了嘛 就生下來以後你只想把它塞回去 這就跟如果你一個人婚姻不舒服的時候 很多老一輩就會說到老就好了 其實沒有在我觀察 我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 在那樣的婚姻之中到老他回來對不對 哇更可怕的問題就產生了 所以一個階段一定比一個階段困難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說那人生怎麼樣應對這些困難呢 答案就是你乾脆自己找困難好了 對不對 把focus放到別的地方上面 然後歷練久了皮也硬了 就會每天就自己問說 請問這是你最困難的時候 既然不是不是又怎樣呢對不對 真的 我去跳過那個澳門的旅遊塔之後 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事情可以打敗我了 那就是為什麼大家做這麼危險的運動 就是九死一生感 讓你回想說好像之前的那個不舒服也還好嗎 挑戰自己的極限 常常去跳一下 我們讓他免費跳一下對不對 去感受一下那個 看你要不要試嘛 可能心裡面的壓力就可以得到釋放 不過真的喔 向前走迷迷糊糊回頭看清清楚楚 這句話是我們宋一名牧師常常講的 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在當下你可能會覺得有一些關卡 我過不去了 我已經走到盡頭了 我沒有力量了 可是當我們真的咬著牙走過去以後你回頭看 其實那是一份祝福 是的 就好像當初我沒有走到那個 走不下去了 負債六百多萬 又生了孩子離了婚 我不會進演藝圈欸 我進演藝圈就是為了還債 這感覺上就天選之路 不然你為什麼要拍八點檔 其實真的八點檔很辛苦啊 就是如果你沒有這麼大的一個資金缺口 你好像也撐不過那個 你明明不會講台語 又要去演八點檔 聽說你們姐妹台語都很差 很爛 然後沒有睡覺你還要背台詞 那個非常會讓人想放棄的 而且很容易得八點檔演員很容易得焦慮症 因為剛開始就是在那個演的時候非常的累 演完之後再想說完了還有欠債 那下一檔你在哪裡啊 就是拍的時候拖著命拍 一殺青就失業了 然後那個恐慌感就天啊完蛋了 殺青只有高興了兩天 兩天真的 你不要說殺青只有高興兩天 我把負債還完的時候也高興兩天 然後呢 我就覺得說你到底在高興什麼 你現在只是從負變成零而已 你到底有什麼好開心的 沒有沒有那個負跟零不一樣 對可是你還是覺得你拼命拼了這麼多年 然後你現在是零 其實那個就是存在主義的一個反省 他們就是在寫說其實你一直負到零 你真的在高興什麼對不對 你的人生之前感覺那是有一點白活 對就是從白忙一場 然後你就突然覺得天啊 瞬間那個開心又掉到地獄了 又覺得說對啊 那我要開始繼續努力 然後新的經濟難題其實又出現了 那我剛剛也問過白家綺 我說你們姐妹是怎樣 到底你們這家庭很奇怪 看起來你們兩個都是從還算有愛的家庭長大 不是說那種破碎家庭 可是兩個都負債累累 那請問這債是怎麼來 很多人就是因為爸爸有沒有去賭博幹嘛 你們家也不是啊對不對 其實爸爸呢 債實在比賭博來的多 爸爸當初是職業軍人 但他追求媽媽的時候 阿嬤就說我不想要我的女兒嫁給職業軍人 所以他就退役了 那他就開始做生意 但是呢爸爸的個性其實是非常善良 其實就職業軍人不適合做生意 結果他一直做生意就一直遇人不淑 就其實很常被朋友騙 那朋友跟他借錢他就借 然後朋友跟他借錢他沒有錢 他可能還去幫朋友借錢 那朋友跑了這筆錢就變成他要還 常常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爸爸跟我爸其實差不多 只是因為我爸他是老師 所以能夠跟他借的人範圍沒那麼大 要保的金額沒那麼多 那甚至那時候可能爸爸還會去跟阿嬤拿了家裡的地契 然後去幫朋友借錢 然後最後錢也沒了地契也沒了 他那個就是軍中袍澤兄弟的概念 對 可是我說真的也不能這樣說軍人 你們那個艾爾利的老闆 他也是軍校 還是很會做生意 沒錯沒錯 所以我覺得還是因人而異 那爸爸的個性就很不適合做生意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有很多的負債 爸爸常常就 那時候我記得小時候家裡還會有人上門來討債 所以本來一家何樂 就最凶惡的叫債主 爸爸本身一點沒有什麼家暴賭博啊亂花錢 不是全是都欠的 那反而就是雖然在這樣子很缺乏金錢的狀態下長大 但是因為爸爸媽媽那時候很相愛 那我們一家有四個孩子 我想請問你們家裡都長得這麼好 是媽媽漂亮還是爸爸好 都好 我問什麼嗎又不能得罪人 是那個時候是爸爸媽媽的朋友跟我們說 他們就是整個那個時候他們那叫眷村裡面的那個 眷村花跟眷村草的結合 你爸幾公分啊 爸爸他也將近180 你看媽媽呢 媽媽173 媽媽比我還要高 那也就是說你們其實是因為營養不良障礙了對不對 我算170 我170算是 姐姐才算營養不良 姐姐163 所以我覺得你們家應該是 因為我哥哥也180 姐姐反而是最小的 所以就兩個人加起來應該要生出更高 應該是打女藍的才對 那你這樣算不太高 不過我覺得真的還好 170我覺得已經算很好 女生差不多16我覺得很剛好欸 可以小鳥依人 不然我們就一站出來就是一副很女強人 我不能跟你討論身高 否則我們這樣會變成不是小鳥依人 是變一顆鳥蛋 不會啦 好那你講到了這個老公 他是一個神隊友嘛 東彥嘛 我都說他是神隊長啊 其實 不是他到底做了什麼 會讓老婆誇讚是神隊長 這個值得研究 好其實呢我升到第三胎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基本上要收工了 我們現在邀請的是 就是白家綺 讓每個決定成為最好的安排 這是聯金出版社出版她的新書 挺好看的 各位就可以像聽我們聊天這樣子 就把它看完 現在我不能告訴人家說 書很難看要看八天 這樣就沒有人要看 你開心的時候你就可以看 然後發現說 唉這個女生喔 她算性 但是也有不性 但是她就慢慢的得到她的幸福 越來越幸福 好那剛剛講到了神隊長 說三胎本來要收工 我就覺得我要封肚了嘛 就是都已經生到三胎 身邊也沒幾個人可以辦得到了 然後怎麼有一天啊 我跟東彥 我們一直很滿足於那樣的狀態 就有一天把兩個大女兒 感覺就是那種大學大二的時候 然後呢就我們隔著女兒的房門 聽到他們兩個在裡面聊天 談心笑的好開心 然後我跟東彥對看了一下 我們兩個就有一個默契你知道嗎 就覺得雖然是生了三個孩子 但是這個第三胎小斗宅 她就是一個人嘛 她跟姐姐差十多歲 那哪算是半哪 不算是手足了嘛 然後我們兩個就 哇我們就開始陷入沉思 其實這樣講我也很羨慕 但是我跟你講姐弟或兄妹還是不一樣 姐妹 你自己有姐妹經驗就會知道 是不一樣的 他們你的大女兒二女兒是姐妹 然後我們就想說 哇那是不是要再拼一個這樣子 那那時候剛好身邊有一些朋友也是 剛生完一寶 然後也在考慮要不要生二寶 有一天我就在告訴他們說 當然要生啊 你們就是一直都期待要讓孩子有伴 我說你看我兩個大女兒多好 哇我自己一講到這我就好像心驚了一下 對啊那我再猶豫什麼 如獲天體 何況你這麼容易生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很多的工作都也上軌道了 我跟瓜哥主持了那個節目 我也已經請過一次產假了 所以我有很多的糾結 但我後來就想請完產假能不能回來 雖然大家都說歡迎你回來 但是真不好意思要憑實力 很多人都回不去了 是因為如果代理的人 他的薪水比你低 然後收視率沒有收到影響 收視率沒有下來 你就不要回去自己趕快逝去的掰 這點我也是覺得 沒有明氏真的很疼愛我 讓我在這個節目當中請了兩次產假 而且都回去了 這是你實力驚人 沒有沒有沒有 大家也疼愛 然後瓜哥也在等待我這樣子 但重點那個時候我跟東彥 我們兩個就決定要把這件事情交給上帝 我們就跟上帝禱告說 那如果這是一個很好的安排的話 那就請給我們一個孩子 那我們當然也試著嘗試的去努力 哇其實我們也禱告了將近半年 才得到這個孩子 然後那時候也覺得 在我而言半年很容易 你還算是好受暈 我們過去其實都還 我那時候其實信誓旦旦 我覺得我跟東彥的狀態 我們算一算日子 認真一點應該兩個月就有了吧 你以為兩個月就有了吧 結果也不是喔 但是都是在最好的時間點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在計畫 要把兩個大女兒帶回來 然後我後來發現 就剛好是在我把第一個女兒帶回來之後 不到一個禮拜我就驗到我懷孕 所以我後來覺得 不是不是 因為我是那種只要一懷孕我害喜非常嚴重 會完全影響到生活的人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先懷孕了 搞不好我會打退堂鼓 我會覺得我這時候把女兒接回來 我可以好好照顧她 我可以好好陪伴她嗎 每天看到媽媽就是像半條命一樣 然後這樣垂死掙扎的狀態 我會不想讓女兒看到我那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 哇 感謝上帝是讓我先把女兒接回來 早就在青春期了 她應該不太在乎媽這樣 因為這樣會比較少管她唄 沒有耶 其實那個時候女兒回來的那個階段 是非常依賴我們的 而且我們等於有一個修復期 而且他們小的時候其實我是自己帶 所以我覺得那個緊密度還是有的 然後回來之後 其實我常常要陪著她睡覺啊 然後唱那個小時候的歌給她聽 他們都會流淚 因為會有一些小時候回憶 還有這麼多年來媽媽沒有在身邊的一些 其實很多年來超過十年 非常久 但是突然就說 等一下我歌唱了一半 我去吐一下 對啊 因為我的害喜真的是 事態都非常嚴重 那他們其實看你的書就知道 他們很快的喜歡上 對不對 你的老公嘛 其實是 所以他也 你知道就不費摧毀之力 就被這個 這個女兒喜歡 這對一個男人而言不太容易 沒有欸其實一開始喔 是談戀愛的時候 他們喜歡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那時候他有參與嗎 對 那個時候他們女兒來我們這邊 都是來度假的 可是住在一起跟回來度假 完全是兩回事 因為回來以後就要有管教 不能只有愛了 所以其實他們回到家裡 跟我們一起生活之後 我們也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來磨合 然後重新找到一個遊戲規則 然後我們的相處方式 其實這個要很理性 否則小孩一定會覺得說 本來好好的 現在我們要回來 就對我壞了 你現在管我這麼多 你現在給我這麼多的限制 你是不是不歡迎 所以一開始其實 那個時候 坦白講 冬燕也有一些挫折啊 他也會覺得說 我又不能不管 我心裡一直告訴自己說 我就是把他當作我的孩子一樣 那就是因為我把他當我孩子 所以我當然要教他 我當然要告訴他 這樣不行 你不可以用這樣態度跟媽媽說話 你不可以有這麼多的要求 這麼什麼都要挽回家 原來所有小孩都會不是直接回家 當然 那一到的青少年期 所以我不知道哪裡惹他 就瞪我欸 對啊 那其實我會很傷心嗎 我偷偷流眼淚 那冬燕看得到他會很心疼啊 那他就會去跟孩子說 你們不可以這樣子 你要理解媽媽愛你的心 什麼的 那後來發現 哇好像變成兩隊 你知道嗎 大人一組小孩一組 然後兩個對抗賽 我們在想要怎麼說服他們 他們在想要怎麼抵抗我們 後來東東就帶著我們禱告 讓那個愛喔 進到我們的關係當中 讓孩子明白說 欸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不是對手 我們是隊友 我們是一個team 上帝把我們放在一起 我們就是一家人 雖然你們跟東東叔叔 沒有血緣的關係 但我們就是一家人 真的好感動喔 重新對焦以後 大家在從一樣的起跑點 開始向前走 哇慢慢的我們之間的那個 溝通就沒有阻礙 你不覺得還應該再生三個嗎 沒有啦 太可怕了 繼續為你們禱告 不行啊 真的不要這樣禱告 等一下突破重圍怎麼辦 我們都已經綁起來了 這是白家綺的 讓每個決定成為最好的安排 其實他就是這本書在告訴你 人生的困難會過去的 其實真的啊 我現在回想 在那些很艱難的路程當中啊 我相信你那時候 其實心裡也曾經到絕望的谷底 因為你太年輕就遇到太多事了 沒有辦法承載的 超過了 超過負荷 而且心裡還想說 我才這麼漂亮 給我外面啊 這麼一拜 漂亮人沒有漂亮 一定自己心裡說的一萬遍啊 然後就覺得說 天啊我到底做了什麼 我這一輩子 我這麼善良的對待這個世界 為什麼這個世界要這麼殘暴的對待我 是 好那這本書叫做 讓每個決定成為最好的安排 白家綺的書 謝謝你 謝謝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